龜头的敏感是在于说 有的人就是他真的从小到大 他的龜头都没有露出来过 那个龜头你一碰到他 他是非常敏感 所以他裸布包 他有可能走路的时候就会一直 他真的会很兴奋 一直就是射精这样子 一直是 欢迎收看今天的 美移出任务 看到今天的场合 蜜粉们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 没错 我们在去年在这边 谈论了许多关于男性的包皮 跟阴间的问题 没错 在之前的专题报导之后 我们的小编 几乎每天都会收到 各式各样的鸟罩 来咨询说 可以帮我看一下 我的耳机机哪里有问题吗 所以因为大家实在是 太永悦的法吻了 我们今天又邀请到 我们的人气医师 王朱萱医师 耶 太开心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王朱萱医师 又见面了 今天我会好好的来回答 大家对于 鸡鸡的问题 哈哈哈哈 第一题 有一位粉丝 他说呢 还记得曾经看过新闻报道 有人不想要花上万块的费用 结果他自己拿剪刀 好恐怖 剪下自己的鸡鸡 请问这个是OK的吗 这一般来说就是说你的勇气真的要非常大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 即使有再大的勇气 你要把自己的包皮剪下来的话 那因为剪下来之后你还是要缝 那所以缝的这个动作 我想请问的是说 那你剪下来之后 你自己也会把它缝起来吗 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把它缝起来的话 你是不是还是要来找我们 这个来找我们缝合的时候 缝合的费用 加上修剪的费用 可能会比你原本割包皮的费用更高 所以其实是并没有省到钱的 那另外就是说 在国外的网站上 在卖 就是说可以自己在家里DIY割包皮 某宝上面有买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东西其实它是医疗器材 它并不是可以自己DIY用的 所以你真的拿回来DIY的话 一样 它因为没有麻醉什么的关系 我可以很诚实地告诉你 你应该会痛到 叫得少生 因为那个是非常非常疼痛 对啊 为什么会有人在上面买啊 是卖给不合格的医疗院所买吗 那个东西其实叫做包皮墙 它可能是未来驱使 它使用上是蛮简单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的麻醉 没有任何的清洁的措施 那它一样会感染 一样会出血不止 那这些后续的问题其实蛮多的 所以大家有些人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 就直接在网路上换手 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接下来这个粉丝呢 他说割下来的皮可以留着当纪念吗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然后每一块皮都是爸妈给你的 所以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如果你切下来的包皮 你想要带回家当纪念 我们是会让你带回家的 所以理论上它是可以的 但是呢 那我想这个题目的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带回家 答案是可以 但是大部分的客户是没有人要带回家 第二个是说 有一种叫做包皮回收素 就是说我包皮不要切掉就丢掉 我们皮肤下面 它会有除了表皮 真皮 还有一些皮下组织 然后还有一些筋膜 那我们切这个包皮的时候 我可以只切掉非常薄的一个表皮 然后把下面的皮下组织都留着 那你说留着这些皮下组织要干嘛 我们把它回收 但是并不是留下来当纪念 我们把这些下面的皮下组织 我们把它做一些整理 然后把它反折之后 放回去你的阴巾里面 那这样子可以干嘛 你猜猜看人家可以干嘛 增加敏感 不对 变大 对 哈哈哈哈 因为人类就是肚钱 我们只想要变大而已 对对对 大就是好 对 所以呢 我们把留下来的皮下组织 反折之后呢 缝回去我们的阴巾里面 诶 你的阴巾就会变粗了 不要浪费 对 所以你等于 对 所以你等于就是把你的包皮留下来 不只是当纪念 还可以增加你这个整个阴巾的这个维度变粗 哦 那这就是跟我们后面一个粉丝他询问的 他说割下来的包皮可以入皮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新的做法是我们没有把整个皮 挪到身体外面 我们就切掉很薄的一层皮之后呢 那他的血管神经级也是流着的 那我们再把它折回去 然后把它做个整理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你这个阴巾的粗度 这就好像说 诶 女生永远不会嫌自己胸部太大 那男生永远不会嫌这个太粗 哦 对 我们就有时候也会鼓励大家说 诶 利用这难得的机会 你一生中就是这一次可以最自然的增加自己阴巾的粗度 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接下来还有人在询问说 他想要了解一下包皮过长跟继带过短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我想这个粉丝问这个问题 他可能对于包皮跟继带他可能搞不太很清楚 因为如果你包皮过长的人 如果你有点包筋 你没有把包皮推下来的话 你可能看不到自己的继带 所谓的继带是在我们的阴巾的下方 就是在尿道口在下面一点 他有一条紧紧的一个带子 有一些学者认为 他是跟我们男生的性高潮有关系 就像女生会有敏感带 男生的敏感带除了龟头外 另外就是在这个继带 但是如果继带真的太紧太短的话 你在性行为的时候 他可能又摩擦太大力 他很紧嘛 他就不舒服 所以说他的继带的这个松紧度 也会跟我们的这个性生活是有一些关系 但是这个东西一般是 你要把包皮退下来之后 你才能够判断 所以我想这个粉丝的问题应该是说 包皮过长我们在切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小心保留这个继带的长度 过短他就会不舒服 过短你反而戴性行为会不舒服 所以继带就是一个很傲娇的东西 他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 对因为有些医生他又把它切得太松 结果他割得不错 但是之后未来性行为他可能觉得 性行为没有那么舒服 接下来这个蛮有趣的 他说他在第一次性经验的时候 就和他女朋友做的时候 包尖就自己破了 这是有可能的吧 可能两位没有遇到包筋比较紧的这个男朋友 被发现 就是说其实临床上这蛮常见的 因为包筋的意思就是说 他除了包皮过长以外 他的那个包皮是比较紧的嘛 这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解释过 好像会勒住 那你如果很用力的去拉扯他 就跟皮肤一样 你很用力拉扯他可能会被撕破 但是一撑破他就裂开 所以如果你真的性行为比较激烈 包筋又有点严重的人 他其实他是的确有可能被撑破的 其实如果你有这种情形 那就表示说你一定要做割包皮的手术 所以包皮他其实很薄 也不能这样说 就是很激烈的时候 那就是他太用力了 很激烈的时候 太用力了 是 piano 适Angla 绿意到怎么 Esc 也许是他直接被人家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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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力脫衣服 所以其实这个弄破的时候 自己当残要怎么处理啊 那当下他就是一个受伤啦 所以有的人会看见说 哇那个医生那这样是不是又痛又爽 会有痛爽痛爽 我老實跟大家講 就是只有痛 並沒有爽 因為你可以自己把自己的包皮切一個洞看看 你看會不會有爽的感覺 絕對沒有 所以如果真的發生這個心理 就是它就是一個傷口 你就是要先治療這個傷口 然後同時就可能要趕快安排 諮詢這個各包皮的一個手術 那接下來有粉絲還在問說 他自己本身有包鏡的問題 如果都不去管他的話 會不會很正常 除了會有味道 但其實我覺得有味道的話 就是另外一半也會希望他稍微處理一下 然後他說他自己喜歡亂翻 想說翻譯盤會鬆掉 結果居然會把他勒得更緊 這個是什麼樣的狀況 這個就是標準的包鏡 我們有講過就是說你包皮過長 但是包皮在最後會有一個好像漱口 一般來說男生到成人之後 他這個收緊的地方他其實會變鬆 但是有一部分的男生他並不會變鬆 或是他鬆的程度不夠 那這個就叫做包鏡 所以剛剛就是好像 老了 對 老了也不能老 18歲並不老 就是你成長的過程中 慢慢的撐著撐著他就鬆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也沒有完全鼓勵說 小朋友一定要割包皮 因為小朋友他慢慢的 他這個緊的部分 他其實慢慢的會變鬆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 他長大以後 他反而不需要割包皮 但是如果你沒有變鬆 或是你鬆的程度不夠 當然就會建議你要割包皮 所以網路上這位朋友呢 他就是標準的並沒有變鬆 所以他的這個包皮他是有包筋的情況 那這個東西他就是標準是需要 做一個割包皮的一個手術 因為他感覺蠻嚴重的耶 他還有說他現在就是 有發黑腫起來 有發黑腫起來 攜帶還有剩血 我希望他的灰頭都還在 因為感覺上發黑腫起來 是已經送到急診的清洗 為什麼會有人送到急診的清洗 然後在網路上問這個問題 他很耐痛耶 我只能說他耐力很強 沒錯 好沒關係我們來回答下一位粉絲的問題 這個粉絲他的問題其實蠻特別 就是他說他已經割完包皮過一個星期 然後他覺得那個痛感真是難以言喻 然後他說他現在摩擦到內褲會整個不舒服 走路都要慢慢走 每天都會擦藥 加上手術後 龜頭前面還有一顆東西要等他消消 我比較好奇的是 他指的龜頭前面還有一顆東西 這個是什麼 好那這個一般割完包皮之後 常見的敏感會有兩個原因 一個當然就是傷口疼痛 那另外一個是龜頭的敏感 那龜頭的敏感是在於說 有的人就是他真的從小到大 他的龜頭都沒有露出來過 所以他第一次重見天日 你可以想像他的興奮 哇終於重見天日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龜頭你一碰到他 他是非常敏感 所以說呢我們一般割完包皮的客戶 我們會建議他就是 為什麼要把傷口爆炸起來 其實爆炸的目的不只是說為了爆炸傷口 稍微再幫他的那個龜頭 稍微再遮一下 不要讓他一直抹擦 抹擦抹擦 加在光華臉第三抹擦 因為他真的很敏感很不舒服 所以這個龜頭的敏感 有的人需要三個月到六個月才會恢復 所以他如果不包他有可能走路的時候 就會一直 他真的會很興奮 一直就是射精這樣子 一直射精 哈哈哈哈 就是別走太快了 就是別射一直射這樣子 一直射精這有點over 應該不會他就是覺得很不舒服很不習慣 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你在意的那個什麼龜頭前面有一顆 我們這個傷口全攜帶在龜頭的下方 那因為我剛剛不是有講說我們攜帶要那邊要稍微保留 就是說不能夠切太多 所以一般攜帶下方這邊會比較鬆一點 就我們醫生通常會預留稍微鬆一點 然後再加上呢水網低處流的一個特色 陰莖它是自然下垂 然後下方這個地方呢 它水網低處流 所以你在攜帶的傷口那個地方 它就會腫起來 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它龜頭前面還有一顆東西 所以其實是攜帶腫 對就是攜帶傷口那邊的一個腫脹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處理 當然你不處理它 它也會自己慢慢消 再來就是說我們開完刀 可以這樣子 我們不要讓我們的這個陰莖往下 我們傷口包紮完以後 我們把它推上去 然後把它固定在肚子上 所以它速度是上 就是往這樣翹著 這樣不是一直這樣弄著 不是會很痛嗎 沒有它並不是真的翹 是你把它稍微往上 這樣子你水就不會 水網低處流的意思 它就不會往這裡流 它就會往這裡流 可是男生可以 一直直接用到這個 它不能這樣 所以你要用膠帶把這 你以為我叫他自己一直翹起來嗎 沒有啦 就這樣子凹著 這樣不是也會很痛嗎 我會輕輕的貼起來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這個包皮的手術 那我們會建議 你可以考慮用和身 穿和身的褲子 然後你把你的手術丸的這個 陰莖再往上 然後和身的褲子一穿起來 它就不會掉下去 它比較不會動來動去 那比較不會動來動去 你就比較不會有摩擦的問題 所以剛剛這個粉絲 它一直摩擦到內褲 應該它就是穿寬鬆 所以它才會一直摩擦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之前 剛剛王作弦醫師 拍攝影片下面 所有粉絲提問的所有留言 有沒有為你解惑了呢 那可別以為這樣就結束囉 我們在下一集還有更多 精彩的包皮知識要告訴你 我們下一集見喔 掰掰 掰掰 好那今天就是我們 分享了之前 就是我們跟王作弦醫師合作 拍影片下面 所有粉絲的留言 有沒有解惑了呢 那 你現在是解惑了 我在cue你